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拔掉植物 它金银蓝绿 它游走两岸 40年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肯定万万没有想到会栽在永丰金控的半则植树们的手里 今天我们为您掀开何寿川那一页精彩的炼金树 当然房市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现在都说要降价取量 当你买到便宜的房子 你还在暗自窃息的时候要当心 你可能已经帮建商来抬轿保驾 你变更加的你敢知道 今天要为大家来揭穿了 就是建商保驾的三个手法 你中招了没有 一开始我们要请小元赶快带我们来看到的就是 日剧里的半则植树 居然搬到台湾来真实上演 搬倒了何寿川前永丰金控的董事长 因为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他不但被收押还被拔掉了植物 没错 那我们建商哥 日剧里面的半则植树 你给我跪下来道歉 我就原谅你 日剧的半则植树里面 银行员认真上进 但是他看到上头主管 私相勾结利用权势来做一个贿赂 正至于做一些不拔的一些 勾当的一些动作之后 他默默收集证据 收集完之后等到时机之后 十倍奉还 所以你说日剧里的半则植树 十倍奉还真实在台湾上演 好 我们就套到了永丰金控 沸沸沸扬扬的连日的六日 一连烧三天的这整个事件当中 何止十倍奉还 不止十倍奉还 N倍奉还 我们刚刚讲这次的黑寒满天飞 聚焦四个地雷 都在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引爆 那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吗 银行要放款都要审核的嘛 既然你第一个放水 银行审核放水你有听过吗 那鼎芯的负责人 他制造假契约 向多家银行诈骗 贷款多少 37亿 基本上鼎芯牙财 到了永丰金控要求贷款 他拿的是假契约 来跟永丰金控 来做一个互相的贷款 他连省都没什么省 就过了 就放水 那你以为放水很严重吗 我们讲第二个地雷 还有更严重的 更严重 他连省 连看都不用看 都不用放水就直接就过了 叫什么 他这次的违法抄贷 50亿给三宝建设 基本上董事长永丰金 董党合作专 说了一句话过就过 连省都不用省 这个还要省一下 他要放水 这个是他说一句话过了就过了 你说过不过分 这只是两个地雷而已 搬钱可以搬成 真的银行像你家开的一样 这个地方 他弄了一个假契约 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个连契约都不用 连担保品都不用 而且搬的钱更多50亿 对 那这两个地雷 那接下来有什么地雷 还有徽山 还有大同炒股案 那背后这次黑哨这么多 有人当英雄吗 我跟你说没有人当英雄 什么意思 因为在八年期间 不但在吹哨的过程当中 有八位总经理 都陆陆续续离职了 有2000个员工 都陆陆续续离职了 那你说那些吹哨的 以这一次来讲 前总经理离职了 财务长也离职了 重点是不是离职 离职之后还接受调查 他们身上有了很多的记录 但是你说这次说这么多 何寿川董事长 他真的连想都没想过 他这次就在今天的1点55分 他的董事长的职务被拔除了 他是史上第一个 当任金控的负责人 第一个被拔除职务的董事长 那对他来说 他真的连想都没想过 他居然会被一群台版的 半折职宿们给扳倒了 好 我们听到小元讲到这个地方 蔡总进一步要带我们来看进去 整个检调的侦办行动 风暴的核心 就是这个所谓的无保放贷 连任何单保都没有 轻轻松松搬走50亿 有这样子的事情 如此的胆大妄为 蔡总进一步来告诉我们 在扳倒何寿川的风暴核心 就是这个建设公司 他叫三保建设 违法犯贷 结果这一次 你可以看到 这张图我还没有带大家看进去 层层叠叠要查 其实没那么容易 居然是栽在几条的立可白 栽在一张撕碎的小纸条上面 来说说看 如何吃快都换我 好 让观众了解 这个是台湾成立金控以来 最大的金融弊案 一张金融的流向图 让大家知道 何寿川 永峰于集团的总裁 永峰金控的董事长 你看 永峰金海外分公司 无担保的放贷50亿 这个钱是永峰银行的存款户的钱 是社会大众的钱 流向了三保建设 李静姐的海外的纸上的公司 再来流向他另一国家的公司 干什么 去投资 去新建上海1788的大楼 好 顺着金融追出去 追到了对岸的上海 这一栋大楼 这栋大楼里面 没够借了 等一下我们要好好的来讲一下 好 第二个部分 永峰于集团在我们台湾的股市 有9家的上市贵公司 利用其中的两家 一个是永峰于赵子 另外一个是严太科技 转投资 何受伤当董事 然后购买了可转换债 对 转换债要是转什么 转成Star City 这个Star City就是1788 这个大楼的控股公司 那这个Star City有什么makeup 那控制这一家 所以1788假如有什么好康的 全部都被这个Star City来控制住 那我用可转换公司债 问题出现在哪里 永峰于元太科技 那是股东的钱 对 没错 那你私人挪用了 挪用了大概2亿多 再过来关系人交易 你看永峰银行参与连贷 结果乘乘乘乘乘乘乘 钱贷给谁 贷给他自己和朔川的夫人 张信如担任董事 就是这个Star City 我听到我 来 各位看一下 兵分两路 金流这边一条 这一边是一条的 虽然我们画两个箭头 把它想成一条 为什么 这一边是放贷 无担保放贷50 要帮出你 这是社会大众的钱 这是纯户的钱 写旱钱 辛苦钱 这一边是永峰于集团的 股东的钱 股东的钱 最后呢 兵分两路 会会会会 会到了这是何寿川的太太 担任董事的Star City 最后殊途同归 钱都拿来买了 上海1788大楼 对 根据我们的法令 金控必须要产金婚礼 就是产业你经营 但是资金你不能把它动用 但是 检掉在搜查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了 你这个要贷款 你有层层的这个 审核千层的文件 怎么都空白 然后相关的这个主管 说我口头核准 但一路的核准到何寿川 很奇怪 都空白 没带阴 你说这个公文已经掉出来了 结果核准的最高层 就何寿川没有落印纸 他没有签名 对 但是简照人很细心 再去看这个空白 奇怪 这个纸 白纸 怎么中间稍微厚一点 两边是比较薄一点 就像这样子 你这样去看看 这边凸凸的 旁边是哪里去 对 手指抠一抠 真相大白 抠出什么了吗 用立可白 把那个名字全部把它涂掉 为什么 因为承办的经理要 副主就是副何寿川 何寿川明明在每一份 关键的公文都落了款 也同意了他完全知情 下面的人为了副主 把何寿川涂掉 怕火烧到他身边 结果一抠抠出来 何寿川 这个检调的人员 也不是这个不行的 立刻从这个承办经理的 这个电脑里面 就找出了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 我们讲这个李静姐 现在人在国外 他们家族做那个挖土机的 然后前进大陆 一炮而红 就是上海1788大楼 这个是他的董娘 这个廖宜英 然后检调去搜查的时候 因为你现在境外公司 你要有一个投资的 亦估的获利 还有投资绩效 尤其你要付出那个时间 对不对 那检调去搜查的时候 廖宜英就想说 我就把那个什么 付出的那个时间 把那个地方把它淹灭掉 把它撕掉 所以他的文件 只要有时间的 全部把它撕掉 撕掉了以后 塞在哪里 塞在这个沙发 这不是有一个缝隙吗 塞在那里面 今天如果要去比对 一个人犯罪的事实 人事实地物要兜得起来 重点是时间 我时间把它撕掉的话 你就没得对 我就天空给你灰 我可以讲说 我这个是义辜嘛 对不对 你没有这个时间嘛 所以你看 就像我今天手上的这张 小小的纸条 我把它撕掉了 上面是落八字码 年 月 日 就把它塞在这个所谓的 办公室沙发的缝缝里 对 但是不要忘了 检调是有搜索票的 对 什么啊 这怎么查 不是查你的电脑 是 哇 湍香倒柜的叉叉 怎么在这个沙马里约这个风隙 找到这个时间付出的这个文件 几条立可白 然后一张撕碎的纸条 这不就是灭证吗 这就是灭证的企图 也就这个关键证据 三个都押进去了 对 受押 再过来 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何硕川他们何家 你来看他们如何再透过这个股权 来掌控永峰金 其实你可以看到 何硕川本人大概占了10% 你想10% 永峰金控的市值是1.7兆 你10%股权就控制着上兆的资产 对 你10%而已 想要花水也更多 你看一下 他们这个都是何家的家族 家族成员32% 而何硕川本人10% 那就42% 也就是说家族是 这一边全部都是何家的 但是你得把这些人搞定 你的42%才有意义 对 所以很多的弊案他一查 哎哟 负责的人怎么 何家的姻亲 何家的亲戚 他们非常复杂 我们就举这个例子 何正庭 他是何寿山的堂哥 他曾经出来公开面对媒体 家丑外扬 一说以前我们何家那一等一 因为创办的是何船 何船好几个儿子 对不对 后来这个何寿川的哥哥 是何寿山 过世了以后才轮到何寿川 何正庭的哥哥 他的爸爸叫何毅 何毅很厉害 以前那个王永庆的台塑集团 那个台塑塑胶的前身 就何毅经营了 就何正庭 就何寿山的坦哥出来炮轰 我们何家已经那么厉害 我们在赵紫夜市第一流 现在股票不到10块 然后人家那个龙城 小老弟现在是30块 就心里就很不满 所以你可以看 连何家家庭这个家族当中 都有一些这个糾纷 所以你会看到 何寿川后来整个整个 荡到谷底开始在垃圾的时候 出来提爆他罵最凶 抖罪多料的都是自己人 这样讲起来他好像一个肉统 整股股股股的那个头 刚刚讲如果何家的家族 没有搞定没有雨露均瞻的话 你的42%是没有办法 统统绑在一起 他要怎么办 对 那不仅这个自己的家族呢 你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永丰金是辗转的 最早是1978年成立了台北中小器营 何家是大股东 然后台北器营就叮叮叮叮叮叮 跑到了什么 永丰金里面 光是台北中小器营就有四大家族 其中最知名的是连赞 连赞家族 他就是北器的大股东 现在也是永丰金控的大股东 你看 2014年盛文因为担任了董事 永丰金政界不是发行 康师傅的TDR吗 就传出说这些是权贵 就特别有这个权利来签过的事情 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 听到这个地方 从连赞到连胜文 所以现在的永丰金控的董事会里面 超级王牌 是连赞啊 连赞啊 对 说到这八丈前后十九来啊 正常关系了 你看这个画面 连赞访问大陆的时候 谁在旁边 何寿川啊 是 在这个地方啊 然后呢 这个永丰金在南京的这个银行 在大陆开很多分行 要接牌 谁出席 谁 谁跟他上台 谁 就是连赞 所以有连赞陪同的情况之下 永丰金控要去问鼎 对岸的市场 他要去插旗 哇 楼梯极很好 还如入无人之境 对 再过来 不仅跟这个四大家族呢 对 哇 蓝绿的高层官员 何寿川 是 也把他笼络 你看喔 前行政院长陈聪 是 还有前护格魁邱振雄 对 现在就代理了永丰金的董事长 没错 都担任过永丰银行的这些董事长 还有前证交所的董事长薛奇 也是他的独立董事 是 那你看 还有一个 你说 这个好像都是蓝的 对 没有喔 绿的 绿营也布局了 两千年阿扁执政了吗 没错 你来看一下 结果永丰与旗下的华省董事长 是罗胜顺 罗胜顺你可能不太 太太叫罗太太 那有感到吗 对不对 罗太太 你记得那时候 这个扁嫂出来的时候 帮他推轮里的这个人 对 罗太太 所以今天他要打入了扁核心的这个权力小圈圈 他从旁边的人开始 也不止从罗太太 从他先生开始 我就给你安插一个董事长的位置 对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罗太太跟他先生 跟阿扁他们的夫妻 这种革命的感情是几十年 是 对 好 你现在当总统 你执政了以后 你看 来 你这个罗胜顺 我就来请来华指 还有你看 很可怕的一个 他这个姻亲都是豪门的亲戚 所以刚刚听到蔡总讲到了和寿川 他经营蓝绿政商关系长达40年 我说快半个甲子 进一步我们请世聪到我们来看到 到底他纵横蓝绿这么久一段时间 栽在上海的这栋楼 名字好特别 上海1788国际中心 这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多肥的一块肉 他最后居然叼了这块肉 也栽在这个地方 没错 他为了取得1788国际中心 事实上他在两岸都找了帮手 在台湾的话就是找了顶星集团 在中文大陆的话 当然动用了他的所谓政商人脉关系 但是俊仙你知道这些出来还的 出来走跳的 你有一天总是要还回去 所以这些也让他付出了 惨痛的代价 江湖走跳是要还的 丁星刷楼杰帮了你 中国政府让你叼走了这块肉 要不要还 要还 怎么还 事实上我们先来讲一下 为什么他要布局这一块 所谓1788的国际中心 我们先来讲这一块地 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块地其实如果大家有去上海的话 他在上海静安区地铁走出来的话 大概200公尺就可以到这个地方 最精华最贵的地方 对 那这个地方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很多上海年轻人 到那个地方去吃饭 因为他里面也是学台湾的 这个Bistro酒吧一样 引进非常多的美食广场 还有很多的A级办公室 在这个地方 一个想象就是 台北的信义计划区的升级板 不知道升了几级就对了 没错 但是10年前 他可不是这样 他是一块空地 那这块空地一开始的时候 何寿川他当然知道说 我想办法 我要去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插旗大陆的房地产 我去插旗大陆的房地产的话 他当然第一个看上了就是 在金华区 中级的金华区 上海静安区的这块地 那这块地的话 他当然不可能自己去 因为他是台湾的上市公司 而且他是金控公司 照理说他不能去投资 中国大陆的任何房地产 所以他当然只好找一个 台面上的公司 那这个台面上的公司 就被怀疑到是三宝建设 那三宝建设去那个地方的话 他当然你要不要到这块地的话 你总是要有 这个人要帮你带路 这时候他就找了一个带路人 就是康师傅 也就是鼎姓集团 所以你今天找了一个 三宝建设当你的代理人 要去执行的这一个投资买卖 结果三宝建设你哪位 你到大陆才几年 你名不见经传 你要雕这块肉 贪何容易 要有一个带路鬼 那当时最钱 最紅的 就是康师傅 对 那时候康师傅的 这个魏英交 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布局了非常久 那他们就说好 那我们就来标这块地 那这块地的话 除了他们康师傅 他跟这个三宝集团 他们各出资1.47亿美金 也就是折合新台币30亿之外 还有另外一股神秘的资金 这股资金是美林政见的私募基金 他也说 我以来出个6000万美金进来 所以三股势力结合成了 这一块大势力之后 开始进军 而且标到了这块土地 据像你知道吗 最后标到了 标到这块土地的时候 当初所有去跟他抢标的人都说 这间三宝公司是什么公司 什么来历 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 好 讲到这个地方 康师傅是第一个恩人 然后最后跌破大加很近 居然给你三宝建设给标到了 那我背后在想 你要不是中国政府默许 你叼得走吗 对 当然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知道后来这栋大楼 开始起建的时候 据像你知道 这标到的时候是2006 07年 然后开始起造之后 2009年之后 这时候河寿船就开始 透过这些所谓借款 借到所谓的J&C的公司 J&R的公司 然后后来又透过所谓紫上公司 为什么要去买 因为他要牢牢的控制住 这一栋大楼的兴建过程 现在讲的这一段 就是刚刚蔡总给我们看到 好复杂 那个图 大家还记得吗 好复杂 层层透过子公司 孙公司 最后甚至透过他太太担任 董事的这家公司 两管齐下把钱汇进了这个地方 买下了1788 钱是这样来的 对 没错 那你看 有了我土地 我有政商人脉关系 加上说我有资金之后 开始起建 据想你知道 这一栋楼现在建好之后 因为它是大概 目前根据上海当地的统计数字 大概至少值人民币60亿 约合新台币是266亿 简单的概念就是 我们星光三月的一栋子 A8管这样子 你知道吗 事实上从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永丰宇集团只有 拿出30亿左右 你知道包括康师傅 包括美宁都陆陆续续退出 所以你看 它等于是实质 牢牢的掌控这一家公司 这一家所谓1788国际中心 这个投资报酬率是 非常非常可观 九倍 900%的概念 所以换句话说 这么肥的一块肉 画面当中大家看到就是上海 今天扳倒了 河寿川的这栋大楼 本来要吃下去 结果坚定了吞不下去 第一个恩人 顶兴集团 对 没错 那你看我们总是要还人家这个恩情 好 于是这个我们知道 顶兴在2009年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 2009年借款出去之后 2009年的年底 顶兴就说 我要回到台湾来发TDR 发TDR的话 这时候 河寿川当然就说 让我做吧 我帮你还一个人情 我帮你承销你的TDR 所以那170亿元的TDR 就由永丰金来成交 当然这个是有双方互惠的 因为永丰金还有所谓的手续费 承销费 圈购费这些 他赚了3.4亿 不过他或许是永丰金觉得说 赚你3.4亿太多 我们在中国大会合作这样 我靠你3米数 所以他还要退8600万的佣金给人家 所以后来才有这个永丰金的副总 做这个所谓新贵假交易的事情发生 所以你看到富人练金术 除了去经营政商关系 蓝绿通吃 你可以看到 连还一个人情 他都可以顺便赚进3.4亿 对 没错 抱歉 还要退佣 对 没错 那不只这样 他还当了所谓地保去 当了顶星去炒房的这个帮手 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彭华南总裁 他曾经有讲过 去地保 曾经有了银行放出的贷款成数 高达99.9的豪宅贷款 也就是说他点名 其实没有点名 但大家都知道是地保 99%他几乎就是不用出钱的意思 对 所以当时就只有1% 可以买地保 大家就追了 他是谁 那我家好康 事实上当时魏家有跟很多家借 但是我们赫然发现 永丰金也是贷款给魏家 有息几乎是2.7亿元 也就是说成了魏家去炒地保的一个帮凶 所以现在全部都兜起来了 我们一两年前在关心房市的时候 都是因为我们13A总裁开那第一枪 这个是 他第一个说 台北的房子贵到他买不起 第二个他说有钱人 可以用1%去买地保 兜起来了 原来就是为了买上海1788这栋楼 还人情用的 对 没错 事实上他们还要还另外一个人情 就是中国大陆那一边 中国大陆那一边 其实也对永丰金非常好 因为永丰金 中国大陆也知道说 永丰金他还有背后一个大股东 就是连家 为了让连家在两岸 当然是吃得开这个状况 所以中国大陆还送给了 永丰金另外一个大礼 要我们还给一块送什么大礼 没错 2014年的时候 我们记得很清楚的话 中国大陆要公布说 我们要给一家台资银行 有所谓的子航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等 说是谁 是谁 就没想到是永丰金 他的南京子航 变成是第一个 在中国设立的台资银行 所以这个子航的地位 他不是办事处 他不是分行 不是 我们知道说子航跟分行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子航的话就是事实上 他跟母航 就是跟台湾的公司 他们是个别独立的工程 也就是说他可以贷款的额度 是比较高的 而且他可以在中国大陆 做所谓的人民币业务 这块当然是大家的肥肉 大家当时都想说 在中国大陆第一家子航 要嘛就是国泰金 要嘛就是富邦金 要嘛就是什么金 结果没想到去算是永丰金 后来就让大家见识知道说 原来永丰金在中国大陆的人满 真的不是盖的 所以你要论口袋身 且论实力的话 可能单独就银行 在那顶口袋还排不上 就像中国政府是不看佛面 看僧面 最后就给了你第一家 这个超级大礼 你这个人情要不要还 当然要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我们最近看到 很多中国大陆的公司 突然之间就暴跌的公司 我们赫然发现到说 都有永丰金的影子 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讲第一个 前首富礼合军的汉能薄膜 那时候我们的永丰金 居然也贷款给他25亿人民币 25亿台币 另外一个最近爆发了 这个灰山乳业 永丰金居然也把他这个款项 借给他的客户去买 这个灰山乳业的股票 难道永丰金不知道这些事情吗 当然知道 但是他必须要还人情 你说他今天 因为我们必须强调 他不是直接去购买灰山乳业 不是 是他的客户去购买 但是乘坐的是永丰金 难道你不能争信 你不能去了解一下吗 是 而且当时已经非常多的 这个投资公司 已经开始市井了 我们可以看到灰山乳业 你看一口气就这样暴跌下来 这个3月24号的时候 暴跌了91% 创港股以来最大的跌幅 我们知道说永丰金 就因此被拖累 因为客户可能会出现 违约的状况 你看 预估永丰金 这个3月的获利衰退市场 就是受到这个的影响 你知道吗 事实上去想 用这个所谓灰山乳业出状况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早就知道了 在事件爆发前三个月的时候 我们记不记得 美国有一家非常知名的外资 专门做空的叫浑水 他就说他这个公司 这个从2014年浑水 这个灰山乳业 从2014年就开始作假 所以他大胆的判定说 这个灰山乳业的市值 现在有千亿 但是他说几乎是零 所以说他这个公司 比垃圾还不值钱 你看前三个月不是前三天 他已经敲锣党鼓给你打pass了 你今天如果有听到任何的市井的话 你踩了一个刹车 这笔钱是不会放贷出去的 结果最后你看到的是 永丰金依旧把这个钱 带给了客户 让客户去买了灰山乳业的股份 踩了个窟窿了 因为他有不能说的秘密 我们现在看说 到底人家浑水公司 是怎么查出灰山乳业造假 人家外国人果然做事是这种实事求是 第一个 他就去当地 请问当地很多人在养这个牛 养牛就说 你们这个乳的产量到底是多少 就那你知道吗 他说一头牛在中国平均大赖 乳量是5吨左右 但是你知道吗 灰山乳业的这个牛 居然一年也可以产9吨 这个数字比加拿大跟澳洲乳牛 都还要更厉害 奇怪 他的乳比较厚 比较厚 比较厚产乳制品 对 所以这是问题点之 问题点之二之后 因为灰山乳业都一直跟大家说 为什么我们成本比人家低 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木树亚 因为中国大陆本身的木树亚 都是从国外进口 木树亚是自己做的 自己种的 但是你知道吗 后来被人家发现说 其实这些根本都国外进口 你知道吗 光是这样的获利数字算下来的话 就是已经超过16亿人民币 是灌水的 所以这样子每年的数字 获利数字就虚报 超过三成以上的这个数字 这个画面可以看到 这个去搜正回来的画面 你告诉我说 我这边都养牛 结果只有股价根本就没有办法 变成一个牛棚 里面一只牛都没有 再者 你刚刚说到 他们的牛是吃最干净的木树芽 所以牛乳品质一级棒 请问你木树芽种在哪里 没有 对 然后后来浑水 还有去公布他们所谓空拍照 就是这个照片历历在目之后 紧接着浑水的报告出来之后 中国大陆的记者马上就进去 这是中国大陆记者 进去实地采访的这个经验 你看 进去里面看的话 号称说他们全中国最现代化的 这个所谓养牛城在什么地方 在哪里 根本没有 他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铁架 那个都是很破烂的铁架构子 里面一只牛也没有 这很像是现代化的养牛场吗 这是殷尸路吧 一个人影都没有这个地方 然后就像刚才讲到的说 木树芽是自己种 那好 有人就去问他说 这边有没有种木树芽 结果旁边有个大叔就说 我们这边牛 什么吃木树芽 木树芽那么贵 他们都是吃小米的 哪有这个小米便宜多少 木树芽那么贵 然后怎么有可能会自己种 所以我听你在碰烘 你的财报讲得这么漂亮 说你的乳质硬是比别人 5公吨变9公吨加厚 这都是假 都是假 连吃的木树芽都没有 没错 那他说还有一个现代化的 这个养小牛的这个地方 如果人家去看的话 根本就没有号称的1万只 里面只有5000只 那另外一个 你看这个人家又走到另外一个 他说这有这个牛场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问当地的人说 那请问这个牛场在什么地 这个外面有写两家子牛场 总是有牛在这里方 就这里面 人家问他 人家说没有 这里面没有牛场 这边只有养鸡跟养鸭 所以完全都是 完全都是这个湖州一场 所以你知道这个董事长杨凯 他当时是从公司偷了30亿 去这个投资房地产 然后后来不断的借贷 累积负债已经高达200亿 郡先生这些证据 其实早就已经知道 但是问题是永丰金不能够 不借给他们的借款人 所以当浑水公司 提前三个月给你预警的时候 你可以抓到这个警讯 你可以即可踩刹车 我的还人情 钱还是给带出去 是 没错 事实上今年的永丰金 他又爆出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不只是在 这个中国大陆有很多 这个涨出问题 他还引中国大陆的资金 来炒作台湾的股票的先议 为什么 这是立委 这个黄国昌说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去年为止 大同今年要做一个董监改选 你看他从5块钱 一路的不断的往上狂奔 大家说这个钱到底是从哪里 谁在垫这个股价 因为大家都看到是外资买卖 这个外资到底是什么地方 黄国昌就说了 这原来是永丰金搞了鬼 因为永丰金去年的时候 9月透过香港的子公司 也就是说有客户就说 我要再来买台湾的所谓大同 就你知道他引进百亿资金 炒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大同的股价 而且你知道吗 买了这个大同的 大概9%的股份 折合是21万张的大同的股票 也就是说他的买卖根本是不违法 因为他根本是违法 因为他根本就不符合资格 而且他也没有申报 所以你看这个大同 这个所谓的永丰金一路来 做了那么多事情 说穿了就是过去赚的钱 现在要还人情给人家 江湖走跳哪有不还的道理 再来我们来请青皇 带我们来看看 今天房市的风 实在两股诡异的风 好好要来探究一下 房市五月天 我们就来看看 双北的五月份的房价指数 异常亮眼 我们就再要问一个问题 房市有风了吗 要回春了吗 当大家都说 杀价取量 你买到便宜房子的时候 当心我们可能变成 帮建山的金球在撑盘的 为什么 现在房市吹了一股真真假假风 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先看贯德建设 董事长马玉山 他在股东会上怎么说的 他在股东会上说 房地产从2014年到现在 真的都是很不好 不过根据他个人的观察 虽然他不能预测 接下去房市会往上还是往下 可是他做了一个开示 什么开示呢 他说应该不会再恶化 然后这另外一个房仲 从信义房屋的资料来看 他的大台北房价指数 也这样说 说五月份的房价 大台北的房价指数的表现 是今年以来最好的 而且虽然跟去年比起来还是跌的 可是看起来有一个反弹的迹象 在那个地方 也就是说从建商来看 还是从房仲来看 都告诉你 好像房市不会再更坏 今天的这一页的CG 不就告诉你了吗 大佬已经出来讲了 数据也告诉你了 那我们不就相信了吗 房市已经触底要变好了 但是有一些事情看起来很不寻常 有些端倪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 这个台湾智库的发言人 张旭兰他怎么说 他说跟两三年前的高点相比 这是从水岸宅去看看一个迹象 水岸宅凸显出什么迹象 他说水岸宅的价格 其实还是比较低 但是有些屋主在坚守行情 然后从水岸宅的一些 实价登陆里面凸显出一些 很特别的迹象 比如说像这一个XX记 在淡水的这个建案 在淡水的建案 他说今年有一户的这个交易 他说竟然成交价是一坪45万 淡水 我们不是讲说 一字头遍地开花 对 这哪来的行情 没错 然后另外一个 在这个竹北的水岸宅 叫大XX若 这个案子也主打说 它是一个水岸宅 他在22楼这边 也说有一户成交价 竟然是到了一坪32.6万 这是竹北的三字头 没错 这真的假的 大家就想说奇怪 在淡水里不是应该 只有差不多二字头 三字头 价格怎么会冒出一个四字头 而且在竹北 我们都说已经开出了什么 有二字头 甚至一字头的这个案子 结果你竟然可以卖到三字头 你会不会觉得这很不寻常 可是这个也就成交了不是吗 他也写上他的所谓实价登录 但是怎么写出来的 等一下我们会告诉大家 那另外一个是从哪里来看 从所谓的这个价格破坏的区域里面 也出现这些不寻常的状况 要怎么看 首先我们看板桥的这个新巨蛋的状况 他的实价登录出现了 一坪66万的价格 然后在这个第一天下 在江翠站的旁 江翠站的附近 他也出现一坪62万的价格 那所以就有房仲业者说 虽然旁边新兴重划区的价格 真的比较便宜 他们真的在杀价取量 可是生活机能比较好的捷运宅 也不至于崩盘 还有很多的屋主 会坚守六字头的行情 这不是很奇怪吗 炸弹就在你家旁边 然后你撑在那个地方 那你要卖给谁 卖给风 还有我们可以讲到什么呢 讲到这个新装富都新 量体很大 然后我们都讲到说之前 已经有推一些预售的案是怎么样 用三字头的破盘价去取量 没想到跑出一个业者出来 说用叫做三叉叉字 他推出来价格是多少 他竟然开价一瓶是55万 这个就有点真的是越看越不懂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今天你把价格撑在这个地方 我们讲市场是最好的老师 现在大家都想要买了 可是就觉得你还没这样够 你这不是把皇上吓得更远了吗 开玩笑 很多皇上都被吓跑 因为我们从实际的数据就可以告诉大家说 这个皇上真的被吓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五月份的这个交易量 他真的就下降了 五月份的交易量呢 全台湾大概都量缩了12.4% 然后量缩最多在哪里呢 量缩最多的区域竟然在哪里 竟然在桃园 桃园是量缩最多的 缩了三成左右 台北市大概也缩了21.6% 高雄也缩了大概17%左右 台中少了10%左右 所以你从几个都会区去看都知道什么呢 你在这个所谓的房价小反弹 基本上已经把这些买房吓跑了 所以你看看竹北这个大叉叉弱这个案子 其实当地的业者已经告诉你了 你有32.6万的这个实价登陆成交价是不是 不好意思 这个地方从2014年到现在 来看房子的人 只剩下最高峰时期的多少你知道吗 只剩三成而已 这个就是买高了 我说卖房子的卖方不是吃素的 我价格撑在那个地方要干嘛 你要保价吗 重点是要卖掉 你宁可为了保价 然后没有量 到底涂什么呢 等一下回来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保价背后的三招 我们讲说 新法也好 或者是他们的案盘 盘算都可以 当心喔 你以为你买到了便宜 你可能帮他在跟轎抬轿了 不要走开 新闻网小蜜蜂又出动了 当然哪里便宜它往哪里飞 但是青黄进步告诉我们 小蜜蜂看到的当然就是说 让利让道有感 他真的要买 可是等到进一步探究下去才发现 让利让给你的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背后还有一十二鸟的盘算 没有错 我们的小蜜蜂这次看到建商怎么样 撑价的真相 那怎么状况呢 就是我们小蜜蜂 反而这次也是到新北的一个重画区 去看房子 走啊走啊走的 看看有个房子好像还不错 就去这销售中间 想说我去看看状况是怎么样子 一进去就跟这销售小姐就聊了起来 那聊起来之后 那销售小姐怎么样呢 就看起来跟这小蜜蜂聊得还不错 那当然对小蜜蜂来说最关心的是什么 价格是多少 所以他就问问这销售小姐就说 你们这边到底要卖多少钱 然后这销售小姐就说 你不要担心价格的问题 你要知道 来买我们这边以前预售屋的时候 屋主都是买五字头的价格 所以他们现在的状况 可能都是一交屋就套牢 所以我一定会给你一个 不用五字头最优惠的价格 那结果这销售小姐 没想到销售小姐怎么样呢 她不是介绍周边的环境 给你看一大堆的资料 都没有 销售小姐直接就把她 带到楼上去看什么 看食品屋 实际的状况 食品屋就是那个新城屋 都已经set up好了 然后有装潢吗 有 装潢 装潢得漂漂亮亮 然后销售小姐怎么跟她说 销售小姐跟她就告诉她 就说我告诉你 来我们这边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你买的房子的房价里面 还送你装潢 我们这边装潢一坪的价格是多少 你知道吗 一坪的价格就价值3.5万 所以你现在来看这个 35坪的房子价值多少钱 价值122万 你看我们对你多好 所以你如果说看那种没装潢的 你不太有感觉 装潢有品味 然后有装 就是已经一个家了 小蜜蜂有很感动吗 有想要买吗 当然 小蜜蜂为什么会感动你知道吗 他告诉你说 房价加装潢的意思其实是什么呢 告诉你说这装潢费 灌到房价里面去 你一次的房贷带下来 你的装潢的钱就已经解决了 我懂 所以房贷利率是比较低 你如果要嘛你就买一个简单的房子 你要去重新装潢的话 对不起你可能要办信贷 但是你需要的装潢费用 我一次房贷 我用非常低2%的利率就可以上下来 然后对小蜜蜂来说 一瓶3.5万这样35瓶下来 我又省了122万 我为什么不要 很好啊 可是关键就在这里 当小蜜蜂如果接受了 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呢 这个房子的价格是怎样 就扎扎实实在实价登陆上面 是怎样呢 被垫高了3.5万嘛 所以它的价格跟当初它实价登陆什么 跟它以前卖五字头价格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好 这个12鸟 我心里在想说如果我是小蜜蜂 我其实很难拒绝 如果贷款可以带得便宜 那你垫高 那是你的事情 对 这就是用什么呢 用买屋送装潢的方式 让你的价格你觉得好像我很划算 事实上加上装潢之后呢 你可能也是五字头的一个概念 所以当你同意他说 感谢你 你还要谢谢他 一瓶加3.5万帮你带回来 让你设好一个家 其实你已经帮他在扣扣的 你已经帮他把房价撑上去了 那第二个手法是什么呢 第二个手法它是什么样的 就是买房送车位 送车位给你 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 这个L小姐跟她的朋友去看房子 然后L小姐朋友跟她说什么 我发现建商现在为了抢救买 其实他们竟然要送车位 这也送太大了吧 对 以前要车位我们东西 应该花钱买 当然150万 200万 他去看了一个房子 这个2000万的房子 建商竟然主动跟他说 这个L小姐这个朋友 他跟L小姐这个朋友就说 没关系 这个2000万的房子 你这个2000万 只是买房子的房价而已 车位有喜欢我们送给你 所以是打九折卖它 对 但是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康 建商怎么可能是吃素的 建商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反正这个车位就送给你没关系 他要的是在实价登录上面 可以登录2200万的这个成交价 这个东西我好好追问一下 车位送给你没关系 当然有关系 是真的没关系吗 我认为不可能 等一下我要来找答案 重点是又来了 今天他明明收你2000万 他要你去登录2200万 这个就在称价了 没错 他就是在称住 帮建商称账面的价格 所以你这些贪小便宜的买家 你很快就会掏钱来下定 可是更有可能的是什么 你一方面帮建商 虽然帮他称住价格对不对 可是建商其实在卖给你的房价 早就把每瓶里面 灌在每瓶的单价里面给你垫上去 所以你有可能其实买到贵 然后被人家劝一下 还帮他称价你还不自知 我懂了 今天其实 就算你不答应他的2000万 其实早就把车位也算进去了 对 然后你还顺便再书带帮他称价 结果被他利用 对 好 谢亲黄 这两招告诉大家 撑盘的时候你买到刷的 结果你在跟他逛的 讲到这两招之外 小元到现在持续看房子ING当中 说说看 有碰过吗 其实称价这个概念 我之前陪我朋友去看一个房子 因为我们都很想要买房子 他比我还想买 可是他财力很雄厚 所以他想要买两三千万的房子 所以我们就去看很贵的 可是当时我的想法是说 反正我也没有要买那么贵 我去看看就好 进去他开价60万 60万他如果买30几万 快2000多万你知道吗 我那朋友说你这个也太贵 因为他有做过功课 他说周边中古屋的行情 大概也才45万而已 你说他去哪里看房子 在新北市 对 比较高级的一个地方 对 那大概60万 就一直砍... 好不容易砍到55万 他说不能再讲了 我说我周边45万 你这样子还是太贵了吧 结果建商使出一个杀手键 你知道吗 他说不贵 一点都不贵 为什么 你买这个房子 我送你家电 再送你什么 再送你小庭院 为什么 因为他这比较高级的一个住宅 他说在挑高挑比较高 所以挑高的情况 他的这上面多盖了一个小庭院 不是夹城屋 是小小的 你可以在那边多一个利用 这个空间大概是两到三坪 所以你这样子一除下来的话 55万你实际上 你用的话 大概只剩下50万左右的一个价值 甚至48万 跟你周边的房子 周边的中古屋的这个价格 是差不多的 而且你是住新房子 买 新重了 新房子 所以我朋友当下其实很想给他掐下去 可是最后问他一句话说 这个有记录我们的权状里面吗 拜托 我这个加在上面 我当然是没有 可是你实际上 实际上可以用这么多 你这样子比你那个挂在上面上 还要来得好 你说对吧 十位 你可以看到 我觉得这好精彩 很打动人心 最近要非常 这三个月都非常的小心 因为只要是超带 你不要以为你不知 我不知 精简一下就知道了 只要去查一下金流 你有任何的超带 都会被财政部发现 尤其是因为这次有封信的关系 所有的超带这三个月 千万不能做 要不然你就会被抓去关三年 谁关呢 不是奸商关 不是投资客关 是你签下去就是你被关 所以这三个月千万不要做超带 再来 哪一种情况叫超带 因为很多销售人跟你讲说 那不是他的 那不是超带 可是清皇刚讲 送现金 装潢现金就是超带 如果送装潢的本体 可能还比较不像 比较像模糊的概念 你说我们第一个手法就是说 他帮你从银行搬钱出来 用低利的房贷 帮你去带装潢的这笔钱 如果带出来的装潢现金 那就是超带 那叫做 因为到时候给你签个责任单 这就是法律问题 对 法律问题 现金是超带 如果是你请建商帮你做好 室内的东西 含在房屋总价里面 因为现在含在里面 变成说那可能是 偏向是建筑改良物的一部分 所以有可能会被侵放说不是超带 但现金就是超带 可是很多建商 直接给你现金签值让他 这是违法 还有呢 好 另外一个就是 就像小元讲那种案例 我听到是比较多是这样 开价60万 成交45万 但你合约书写的是60万 那我有什么好处 我有15万的价差 我有什么好处 低自备 自备只要多少万 你就可以买这个房子 所以各位 你只要建商告诉你说 自备几十万就马上交屋 自备5%交屋 那个几乎都是超带的 所以刚才建商说算 你不要关心 你只要签名干商就好了 什么时候不用管 我就可以自备5%就交屋了 那个就是超带 你不要以为说建商好心 送钱给你 那就是超带 你会被关三年 好 叶老师 跪于这样子的庚挠的 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认知 还是我们去把他轟过来 建商其实是好心要收好利 所以那个歌要唱 喂 庚挠 等一下 庚挠 等一下 要签下去之前要特别注意 刚刚那个卖车 送车位的那个特别扯 那个完全是帮建商抬轿 但是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利益 因为他根本没有便宜给你 可是你帮他把这些弄上去 你还占了一个建商便宜说 贾他是让他送你的 而且对 你还要感谢他 你这个完全没有察觉 对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那建商在面对这个各说各话 买方很难买 卖方又很难卖的一个情况下 建商当然就做了这三种手法 我们看到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是一个1000万的房子 假设是1000万的房子 那你看第一个就是说 他要准备自备款是20% 对 正常 然后银行带80% 这很正常 然后80%缴20年 我们看到下面他每个月 在下面这里 下面这边 他是不是每个月要带到4万多块 对不对 那你看如果是第二个的话 建商给你10%的所谓的信贷 建商10%的信贷 第二个 10%的信贷 然后前面那10%你两年内就要还完 你看到 这两年内要还完 你看到下面那一行的2的那个部分 他是不是 对...他是不是要还两个2 两个4万...8万多块 一个是房贷的 一个是信贷的 信贷的部分 信贷重了这个 对 那你这样自备款呢 你还是10% 然后你的还款呢 从4万多还到8万多块 你怎么撑得住啊 再来就是第三个 第三个我觉得刚刚讲的 这个所谓送装潢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还挺有良心的 所以装潢呢就是说 这怎么回事啊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说 因为他本来卖你1千万对不对 但装潢呢 多2百万嘛 所以我们的成交价就是2百万 那装潢我帮你做还你自己做 成交价是1千2百万 1千2百万 那8成不就960了吗 是 960事实上你只要准备 40万的自备款啊 因为这个房子是1千万啊 对 那你是不是准备 第一自备款40万 然后呢 你又还多久 你又还的是960万的20年 你只要还4万8千多块 比刚刚那4万出头多快7 8万块 可是你自备款只要40万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现在很多手购自备款不足嘛 但是又想看房子 对不对 但是买不下去 那我就让你自备款 从刚刚的2百万降到多少 40万 所以这样就这样 可是到建商的卖场 他一个一个案子被交 我记得小蜜蜂也行 从中和嗡嗡嗡 嗡到 现在嗡到另外一个重化区去 他在嗡嗡嗡过去 这一段时间他越来越聪明 他越来越不会被骗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我建议现在的消费者 在今年的第二季跟第三季的时间 充分的利用时间去看房子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接下来这段时间的买气 不会太好 市卫 我刚有一个问题 为我们解释一下 那是非常基本的 这一些卖房子的这些建商 都不是吃素的 他为什么要去撑那个价 宁可没有量 我也要撑那个价 你目的不就是为了 要把房子卖掉脱手吗 不是 对他来讲 其实因为当初房子 取得成本已经不太高了 当然最近有很多建商在唬烂 说什么成本高 其实他们成本都不高 撑住的为什么 就是因为如果今天暴跌的话 那我前面的房贷就会被查 我之后的房贷就会被查 我建商就跟银行的房贷 就会被查 所以他非得把价格 撑到那边不可 可是你不要忘记 如果你今天做了违法的操贷 建商是不保固的 你漏水 建商不理你 最近不是下雨吗 因为最近一天到晚 所有的商务建商的买家 都来找我投诉 所以我们家漏水 只要你做操贷 建商就不理你 因为建商会不会理你 他说我们的合约有问题 你不要跟我告 你告的话 我到时候就跟银行讲说 我就跟政府讲说你操贷 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很有意思 两夫妻都是房仲 结果连房仲都拒绝当房奴 把房子就拿去卖掉 然后攒了一些钱 带小朋友去环游世界 我觉得有意思在于 你自己去买家 你靠这个贪吃的 他居然都不愿意当房奴 那回过头来 我们一般老百姓 你怎么想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房仲都拒绝当房奴 就是这项商品 就是这桶阿嬷 就是这家会 他们两夫妻都在买卖房子 等房仲业 结果为了环游世界 圆一个梦 房子都给他卖掉了 换得现金带孩子出去兜了一圈 还没逛完 继续出发的旅途上 情话来告诉我们 如果 我们说有了一间房子 你不要参戏 量力而为多重要 我觉得量力而为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认识一个 竹客的工程师 他是这样 就爸爸妈妈都在高雄 然后高雄家里的房子 遇到了一些问题 所以他要买一个新的房子 给他爸妈住 买了一户买了一千多万 那一千多万你看光是被贷款 他一个月就要还四五万块 对不对 结果他自己要结婚 就在前两年的时候 你知道房价正高点 要结婚 女方要求你一定要有房子 结果在竹北他也买了一户 买了一户是多少钱 也是一千两百多万 两边两边都是一千两百多万 然后谁要扛这个房贷 都是竹客的工程师 要扛那个房贷 所以一户一千多万 一户一千多万 两边的房贷加起来 你一个月要花多少钱 你知道吗 光是房贷 他一个月就要还将近十万块 那他虽然说他是所谓的 三大IC设计公司的工程师 就薪水还不错 可是一个月十万块的房贷 他也扛得很辛苦 所以他现在跟他老婆两个 他老婆也是工程师 两个人现在是怎样 整吃俭用 就他连去外面要买东西 都要先打电话请示他老婆 他老婆说你可以买 你才可以买 像有一个员工